然後負責 在這就是它的那個溫度指導 然後負責收集這邊的環境的 氣候數據這些 然後我們還有在田間查 土壤Sensor 那主要是收集土壤的溫度 溼度 然後還有它的電反度 然後去觀察 玉米在整個生長過程中 它所需要的溫度 然後還有 含水量 那些 然後還有肥 它放在哪裡啊 那邊 中間那一隻高高的 可是那個不是EC要放在土壤裡面嗎 我們有XSensor在裡面 對對對 那個這塊地大概多少大 兩分 然後這個品種是白美人 就是水果玉米 可以生吃的那種 那如果是四分 那個傳送其他大隻 一樣一隻 一樣都一隻 對只有一隻 就是一塊來 一隻 一分也一個 一夾 一個 可是這樣子的水量 這樣子全部 如果你的地很大 對 譬如到了一夾 就是它一個Sensor 這樣子那個水量啊 那個電腦 那些不准啊 對 對 那冬天的話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會是三個月左右 所以其實 一年大概可以三到四次 三層幾萬 對 夏天種 對 夏天種 然後 冬天大概可以種個兩次 這個 這個 這個要9月半 對 要9月半 要9月半 這是7月中重 所以大概收的時間會大概9月 好 這個 以它現在的租型來講的話 它 開工應該不會太大影響 結果 結果的話會不會有差 對 對 那你現在剛才那邊說 要 要 大概 再高一點的時候 它就要再賠一次 對 有的農民 他們的 跟錯方式不一樣 有的會賠一次 有的會賠兩次 對 然後看農民 他自己 這個 沾 對 對 有的 那這個 公共的 還有一個 財務的 還蠻大的 對 那這樣的 財務的 跟這樣分 非常大 有的 是因為它在中 14號 所以它 它的動作會比較有一點 有點變壯 所以 有點樣的 所以它那個 脫巨力比較大 這樣子 這就是 比較 好 其實它這個都有附近的一個 像你看到這個部分的話,它還會在中間,它就會把中間直接打 總是我們買國外的建築 總是我們買國外的建築